大家好,我是老万 我这会儿是在房山房车大世界的卡莱尔的展厅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台 我身后的这个图挂房车 也是法国卡莱尔存原装进口的 那么我背后这台车是卡莱尔的465 它整个车的这个长度是6米45 指的是从前面这个A字区的头 一直到后面的这个整个车的长度 那么它这个箱体的长度呢 是5米32 车这个高度是2米58 就是2米6的限高关是能过去 但是大家要注意 如果说你装了太阳能板 或者车顶有一些加装的话 那么这个高度有可能会升高 你自己要有信力有一个谱 然后这个车厢的宽度是2米32 大家一般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 就知道它是爱科地盘了 但是爱科也分为那种大龙头小龙头 它这个是大龙头 大龙头就是全套的爱科地盘 那么说到这的时候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 我曾经犯过的一个错误 就是像这种全套爱科地盘的 它是有这种AKS系统的 这个AKS 很多人会把它误解成是防摇摆系统 不是 它AKS其实指的是 因为下面是一个拖车球 上面这款是一个凹槽 它其实是拖车球和凹槽的一个连接机构 它是这个AKS稳定器 它是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 它防止的是你这个拖车球脱落 然后另外有一个ATC 那个其实是防侧滑系统 那个才是防摇摆系统 那个是选装的 是要钻到轴上的 所以这个知识点之前我犯过错误 还被一个哥们儿给这个 就指出来了 当然当时也很多人说 老万你不专业 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自己不会的 咱就不断的去学习 两年前我确实是不懂 但是一年前就懂了 然后现在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车的整体的外观 这边在里边的位置它是床 然后这外边有一个窗户 另外我们看一下它前面的窗门这个部分 窗门里边是有一个备胎 然后那个白色的是灰水箱 进口车的灰水箱 它不是跟车连在一起的 它都是移动的 然后这里面有两个煤气罐的位置 有一个降压阀 整个这个卡莱尔的车身 它采用的是玻璃缸结构的 那么在对于拖挂方车来说 玻璃缸结构 它的优点在于一旦你发生了碰撞之后 它这个修不起来比较方便 另外呢 它的保温隔热相对也比较好 那么有一点小小的缺点 就是和全力车身比 那么它可能是会重量上是稍稍会增加一些 那么因为这个车 卡莱尔中国总代 就是特里诺方车 它和这个卡莱尔 法国卡莱尔公司 去进行协调 做了底盘的加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这个整倍质量和总质量之间 是有350公斤的可改装部分 这个值已经很大了 所以这点大家也不用担心 那么如果全力车身呢 好处就是它确实是轻一点 但一旦发生碰撞之后 它可能就憋回去了 涉及到板筋什么的 在维修上比这个玻璃缸 可能要麻烦一点 那么这个位置是它的这个 赛特福德的抽拉式码头 我们接下来上这个车里边看看 这个车上门 门上方是它这个车的这个车控 这个按钮我就不大 不一一的给大家说了啊 整体的车控它是集成到这个位置 也显得比较简洁 咱不得不承认啊 整体的来看呢 这个车的这个风格进口头挂 它确实比我们国产的这个 头挂方车做的各方面 我觉得是全方位要领先的 这个不是从阳为外 大家其实对比也能对比出来 但是很多进口头挂的车友 确实玩不出进口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这个摆的 其实就挺好的 然后这款车其实是一个环形沙发 你可以管的叫C型沙发 然后另外呢 卡莱尔还有那种对卡座的布局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它这个布局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车整体的 你会发现它的储物空间非常多 它在这个位置全部是它的吊棍 查一下啊 1234567891011 11个吊棍 然后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大衣柜 这个大衣柜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 就是除了你可以挂长款的衣服之外 它其实还是一个烘干柜 就是你洗完衣服只要它不滴的水的时候 你把它挂在这里 如果是冬天的时候 你暖气开着的情况下 它就是能把这个衣服给烘干的 这边也都是储物壳 它这个脱挂房车对这个空间的利用 简直是简直是无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厨房的区域 这是一个三眼灶台 一个翻盖式的洗手盆 然后这边是一个调料架 调料架上面也是储物柜 在这里边可能你会发现它没有冰箱 但实际上它这个车是有一个卧室的冰箱的 大家看这个大的抽屉的冰箱 我用的那个车的冰箱和这个冰箱是一样的 这个冰箱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省电 特别省电 如果你特点铺了600瓦的这个太阳能 然后你再加上了一个加上一个24伏的 200安时的这个锂电池 你这个冰箱是可以长年开着的 长年开没问题 而且它这个容量也特别大 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车的这个卧室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大浴贵我已经说了 这个是它的一个立式的这个烧气的暖风机 这个是一个两米乘一米四的一个主床 刚才说的那个卡座其实也可以拼成一个床 它可以拼成一个两米乘一米五的这样的一个床 也就是说这个车里睡四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整个这个车它还可以有一些选配的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位置这个天窗你可以选配特鲁马的顶制空调 然后这个车原本带的是一个四升的热水器 你可以选择一个14升的热水器 四升的热水器就是一个人洗澡是完全够的 如果两人洗澡可能就要设计到第二个人再等一会儿 这个设计的我觉得是挺精妙的 因为你看它这后面是卫生间 这块算是干的 这块算是湿的 这个区域它是把干湿分离这么给设计下来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车的卫生间 刚才也说了 它这个车是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这个是干的部分 这个就是它湿的部分 这是一个淋浴的花洒 这个位置是赛特福德的抽拉式马桶 但是它这个马桶是不能转的 我现在给大家模仿一下 坐上看看 坐在这上厕所 我觉得空间还可以的 我感觉就是很稳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后面也是有一些就储物壳 你可以放一些侧纸啊什么的 但是行车的时候其实都要拿下来的 这个偷挂房车 在你住车的时候 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摆的 就跟你的生活状态一样 但是走的时候 它确实都要收起来 但是呢 我们到一个地方露营之后 其实大多数出去买菜是开前车的 这就是偷挂房车的玩法 好了 这台车老万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那么你喜欢这台车吗 也特别期待你能够在评论区 给老万留言 没有关注的给老万点点关注 我争取在未来的视频里 多给大家介绍一些 我喜欢的车型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